例如今晚在《薩時衝動》裏面有殷永培在 對於一些在舞台劇方面 那個慶祭不是十分太大的時候 可能對殷永培的認識 或者是有點保留 但是從前一提到尖瑞文太太的時候 你們曾幾何時在一些訪問裏面 你沒有角色 連那些管理員都只知道你是尖太 不知道你在這個舞台劇界 是地位有少許 是很有地位 因為我認識尖瑞文的時候 其實我在意識形態裡面 我看到尖瑞文現在我不知道 他很尊重你的 他的尊重是覺得很神聖 這個角色 可能他在藝術層面上 他對你來說是很尊重的 所以以往有些人會覺得 殷永培哪位 如果說尖瑞文太太以前那位 他們就會有些印象 但其實在藝術範疇上 我想尖瑞文自己都不得不承認 就是在藝術範疇上 你是高他一筆的 因為大家走的路線不同 是 走的路線不同 可以這麼說 而且是因為你的人是比較堅持的 當你認清那條路線 其實 因為你從來都沒有走去商業的部分 我看過你的演出 我看過你的遊園 謝謝 我永遠現在一聽到人說 看到遊園我真的好像一個很好的朋友 每一個觀眾來看 因為這是一個很 叫做什麼呢 其實是很另類的演出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遊園裏面 殷永培也都將 因為你在遊園的這個舞台劇上 你的演出上得到很高的評價 謝謝 那行內人也都記憶猶新 但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裏面 你是有進入了昆劇的 其實是有些戲曲的想法 想法裏面 其實是在遊園驚夢的故事 就是道麗糧的故事 其實我再現代演繹了 好像很多不同的道麗糧的狀態 所以我所謂不是一些很主流的東西 但是一些可以藝術的探索上 比較深奧 是的 我知道 所以當年的殷穗文 就將你等在神台 相當之敬仰你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你遊園永遠都不可以 跟他的其中的傑作 殷穗文其中的傑作就是 男人之苦 你知道你在商業價值上 我們什麼都看錢 是的 你真的輸了很多 輸了很多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 有一段時間我自己都幾苦惱 因為真的 不是說我堅持自己的東西 但是始終衝擊會很大 因為周圍的身邊 或者當時的公司 大家看到我要很用力地去 或者要用很大的力去堅持我自己要走的路 那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覺得 是不是我太固執呢 你會反而問你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不適合市場呢 那是不是我炮灰呢 其實他們應該要走一條這樣的路 比較商業的 比較大眾化的路線 那我就在想藝術價值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藝術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 藝術和觀眾的關係 那時候的衝擊其實都大 不過可能我的人又有眼鏡 又不認輸 不是的 我認為那個人應該 它是會有一種很重要的提升 藝術是一種養分來的 對於每個藝術家 甚至對一個劇團來說 一定有一種藝術的探索 你才可以夠深度 有深度你才可以去闊面 你去到大眾的時候 如果不是呢 純粹只是大眾化的 其實很容易你會覺得很輕浮 很輕率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 當然到現在的看法就是 其實我覺得兩樣東西 其實要互相補給 即不可以只是偏向 只有一種商業母觀眾 我關上門自己做 都可以的 其實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真的需要有觀眾 你需要去跟觀眾有種交流的時候 我覺得藝術和商業之間 它應該有一種交流的 應該是一種良性的交流 但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不懂得拿捏 藝術家不懂得拿捏 或者創作的人不懂得拿捏 其實可能會歪掉 或是搞錯了 以前我也搞錯了很多事情 可能以前的公司 我覺得是搞錯了 有些事情是認錯了 或者是試了 你才學到經驗 發覺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問我 反而我覺得 我開始理解到這件事 究竟商業和藝術之間 那個配合應該是 即是在我的身上 我會知道是一件什麼事 有時挺奇妙的 一命陪 如果你曾經走過那條路 走出了一個更多人認同的部分 剛才那些說話 你就不會說 是的 絕對是 還有我想他是一個 講你也覺得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想他是一個 挺害羞的人 會的 是的 可能有些表演 有些演員 他們會 其實他們很喜歡 Under Sport Light 在一個聚光燈之下 他會很快樂 其實我在聚光燈之下 其實我有些 不是太過自在 不會一出來 所有人看了 我覺得我不是 越大越發覺 越不是 我是喜歡在後面看 是 看到的 所以 所以一直都比較 站在後一點 我有事做 我盡力去做 好我 在我的角色裏面 要去做 是的 一絲不苟去做 是的 一絲不苟到 人家在工作起上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另外一個人 我都很固執的 正如剛才所說 我所認定我得對的 我會和你死過 不是的 你和誰死過得最重要 很多的演員都會被我 被我傲到傻 不過你的說話有技巧 看一看 我覺得跟不同的演員 你其實要有不同的方法 你一個媽媽 我當一個 可能你有五個子女 你當然要用不同的方法 跟她溝通 不同教養她的方法 我其實跟不同的演員 你要摸到她的位置 挺辛苦的 辛苦的 不過我又 辛苦的 我又享受 講就是這樣說 你剛才舉了一個例子 阿加斯 我有五個子女 我都要用不同的方式 去跟五個子女溝通 是的 理論是這樣說 甚至乎有些 沒有這個概念 是的 就算有這個概念 早上來的時候 都是有一種方式 是的 我們看得多多了 是的 但是剛才提過的就是說 阿加斯曾經 你在這個藝術的範疇上 你演出過的作品有很多 當中包括《遊園》 大家記憶遊身的同事 喜歡舞台劇的朋友 或者在藝術的層面上 會特別斟著的朋友 都會很深刻印象 然後我在想 其實我有一個體會的就是說 其實在今天的社會裡面 或者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我們好像不需要戲劇 我們只需要鬧劇 你怎麼看這件事 大家喜歡看鬧劇 還有大家都去參與一個鬧劇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 剛才你這樣說 我覺得 可以說兩方面 一個你真的覺得 在看電影 就是人們的觀賞 喜美歡 看什麼戲 看悲劇 哭哭哭哭氣 一定是看戲劇 這個一個層面 第二個你講的層面 我覺得是說 普遍上我們生活上是嗎 生活上是一種鬧劇的氣氛 就是戲劇 和生活的各個關係 我第一個講 首先講了我們欣賞的東西 我很贊成的 因為香港人 我想觀眾是真的喜歡 喜歡放鬆 喜歡進去戲院 是笑嘆猛 其實深夜他們睡覺 太累了 聽很多人說 生活壓力那麼重 不要給我這麼多東西 對呀 進來看錯戲 要不要說這麼多東西 這麼辛苦 其實我以前覺得 真的沒有文化 真的生氣 但現在我又 人大了之後 我自己經歷了這麼多東西 我又很明白 壓力真的很大 對呀 他真的想放鬆一下 他看電影 他真的不需要 你又要 說一些生活壓力給他聽 有多麼痛苦 我會很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沒有什麼適合錯 我覺得不同的觀眾 尋找不同的東西 即是有些觀眾 真的需要放鬆一下 就看荷莉婆的爆破 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 爆破完就很開心 或者笑笑笑笑笑笑笑 但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可能 他在生活中 他很大壓力 他要尋找一些出路 他要尋找一種 有人跟他對話 有些思考性 那他就可以去找一些 他覺得有些深度的去看 所以我覺得 不能說 那些觀眾就叫做 低級一些 這些藝術參賽的觀眾 我覺得不是 我從那個點是甚麼呢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觸碰到人 那個氣是否真的跟人發生關係 無論你是說精神的飽滿程度很豐富 還是其實他真的需要一種觀能刺激 我不會否定那種觀能刺激的力量對一個人的影響 他真的需要放鬆完就可以睡覺 他聽人然後再在社會上 在公司上再博殺 我覺得沒有厚非 所以我不會覺得香港觀眾特別膚淺 我覺得帶著多些包容和多些憐憫 對於人 我做劇場也會覺得有多些不同的意義